哈囉,大家好,這裡是神馬雲萱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Quadus的數位邏輯操作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數位電子以及 第一題的 四位數多工顯示器的 邏輯雜的部分 那一樣呢,我們 做Quadus 那打開你的Quadus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進行 設定 第一題 那我們存在桌面好了 桌面 然後呢,我們這邊選擇 3000A 選擇這一顆 數比器 結束 好 沒關係,我們再開啟一次 Girdens 咦,他沒有存到 沒關係,那我們再開一次 新的 好 這邊也要選擇 3000A 然後呢,我們進行 Black Design 的部分 好,那 那 冰體的部分 我們就來進行 好,四位數多工顯示器 的部分呢,有 四個input 以及六個output 首先我們來做input跟output 我們在 我們在Name裡面打一個input 就會出現input的 按鈕 然後呢,我們按上四個input 那 要選取大小的人可以壓住你的Ctrl 加上鬼文 就可以修改您所要的大型 好 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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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放了四個input 在這邊 好,那我們再放四個output 在這邊會有一個output 放六個output 1 2 3 六個output 然後呢 這個中間的邏輯展 我們有 dual counter 跟 shift 跟 那個 multipixer 就是 有多工器跟 技術器 首先呢 我們用 7474 7474 7474 我們要 1顆 那如果 常用1顆 然後要按就鍵取消 或者按也是 去取消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直接在畫板上面點 7 4 164 1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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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3 以及 2顆 74153 跟7 390 7 413 2顆 然後 1顆 Tenemos 2顆 1顆 1顆 2顆 3顆 2顆 闸闸的部分就完成了,放置完成了,哦,对了,还有一支Ground Ground的话,VCC跟Ground,Ground很简单,就打Ground就是Ground 这一题没有VCC,所以不用打VCC 基本上,Ground跟VCC是放在下,VCC在这里放 如果需要VCC以及更多的杂人,在下面两题键盘扫描跟数位电子钟会给你介绍到 首先呢,我们看到 画面中有 7474跟7164,我们首先先把这边的更衣复的把它记起来 我们首先放7164跟7474 7474的部分呢,一根放在1D 一根放在1Clock 一根放在2D 那7164的部分呢,我们放一个在A 以上三题呢,7164的部分我们只用A的部分 B的部分我们只用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放这个 这个pin input呢? 好处就是,我只要放了之后呢,我只要往外拉 把线就是东西好了 然后我只要这样选呢,我快速选择,我就可以把所有需要的 线呢,一次拉好排好 那增加非常多的效率 然后呢,M长呢,到7164的QA跟QB 再来就是呢,我们的Clock呢,需要跟 1Clock 跟2Clock 连接 跟它连接 连接完成后呢,这一半步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74747493 那我们首先把7493放 上面一点点 再来就是 74390 然后放 重新一点点 因为74153跟7390这部分需要 蛮大的空间,因为 它配线比较 所以我们需要 比较多的空间去连接它 好,那我们首先把 把7493的QBQC接下来 因为这部分 等一下会有导致我们先接 啊,外掉了 再一次 拉 结束 好,结束要怎么做办法呢? Ctrl加Z 那尽量拉的时候与它平行 才不会交叉之后呢 会有 刚才刚刚的一个点 一个点 就是那两个点 是 连接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们把74153的Y1跟Y2 两颗呢,做一样操作 所以 先将74153的Y1Y2接下来 好,是Y2Y 不好意思 看能讲反了 没关系 一样做操作 好 好 那 那 一般建议一下 大家就是在 接的时候呢 接的时候呢 不要接到 这边会有个塔叉叉 那代表他没有接成功 好 好,把它拉宽一点点 等下稍后我们进行 390跟153的连接 我们的部分会需要比较大空间 那其实这部分呢 这两条线是可以给我们拉的 因为 这边是直接做 不知道 好,那在接下来是呢 我们 Q的部分去接 他的 74193的 Coffee 好 那样 诶 像这边呢 你就会看到有个叉叉 这个叉叉呢 不要让他出现 因为会影响 数据 他收回去后 然后呢 接下来呢 7493的ROE 不要 另外两题是ROE跟ROE都要用到 不要用 这一题的话 不要用到ROE 然后呢 接到 74153字来 这边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1GN跟2GN 这边有一个1GN跟2GN 我们呢 目前就是要把它 全部串起来 然后来接地 把D放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 74 这边 93跟153的GN全部接下来 然后接地 然后来 搞D下来 接到D 好 那这部分GN的部分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是 74153的A跟B的部分 74153的A接A B接B 接下来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QB跟QC 7493 QB跟QC 好 先把A跟B接下来 这边 呃 这边这三题有一个共同的多集 就是呢 B永远接A C永远接B 就是导回去接的概念 然后我们A去接B 然后呢 B去接C B 这样子 这样子呢 就是完成了 A跟B的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接 7470跟74390的 2Q跟1C 的部分 把A连接起来 好 这部分呢 就这边有看到 刚刚这边有接好了 所以又有一个叉叉 这部分呢 我们尽量要把它缩回去 因为会影响 会影响 它的基础 连接2Q 接下来是 QA QB 连接1C 好连接下来 接下来是 74360跟74153的连接 啊 这边有一个顺序 就是 3210 这边有 1C3 2C3 3210 就是按照分别 按照它的顺序 1QA 接 1C3 不好意思 这个 有点小小 给它买处理 因为跨打石这部分 并没有做到很精准 然后接下来是 2C3 接下来是 下面这颗 153的 1C3 跟2C3 依此类可以推到 划到0为止 1C3 1C3 2C3 再来就是呢 1C2 2C2 1C3 1C3 她的缺點就是這樣,她的線沒有說到很精準,所以她會不好打 好,沒關係,先接2C2 我衝她也好啦 真的小小的給她有點痛苦一下 因為尤其給她放得越大,她的誤差值越大 但是長得越太小 然後再接下來呢,是11,11的話呢,我們找中間的空隙補上 那因為呢,我們這邊少一格對不對,我們將這個往下半一格 往下半一格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點點錯誤 所以我們一般建議呢,預先先對好的 高度與長度以防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把 把 2C2往外拉一個,拉一點點 往外拉一點點,讓我們 留一點空隙給1C1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呢,接下來是2C1 2C1的話呢,這邊空間就比較足夠,所以可以長 拉,接下來是1C1 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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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2 1C1 1C1 2C1 1C1 1C2 1C1 1C2 1C1 1C1 好,那我們這邊74-390跟74-153的連接部分就完成囉 接下來是74-390本身的接法 這邊有一個訣竅,就是 1clock跟2clock永遠是接起來的 所以我們也要這樣解 並且跟這邊的附近 再來就是呢 1clockB永遠去接QA的部分 1clockB永遠去接QA 1clockB就接1QA 1clockB 2cloc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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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lockA 去接1Q 2clockB永遠去接QA 2clockB永遠去接QA 3題都是一樣的 1C 去QA 接下來呢,我們連接 2QA呢,這部分還有一個地方齁 2QA 1clockA呢,要去接2QA 2QA 我們直接這樣連接QA 就好了 這邊部分完成了 接下來是 另外一個步驟 這邊呢,1clockB呢,我們做一樣的動作 繞上來 就是它線不能交叉 所以我們必須要 能繞多少算多少 找每一個能繞的空間 因為我這邊剛剛做的比較窄一點 那我們接QA 然後呢 一樣呢 2clockA呢 連接到 1QA 2clockB呢 引起到 2QA 息子 1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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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QA 4QA 3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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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QA 1QA 3QA 4QA 4QA